我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没有一天是开开心心的 她天天摆着一张臭脸 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她似的 她的负能量真的太影响我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她了 哇 这个负能量得多大呀 恋爱都谈不下去了啊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杨22岁来自江西 是一名文员 女嘉宾小王同样22岁 来自辽宁是一名职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你们俩这都不太高兴是吧 她来跟我分手 怎么就负能量了 就是我们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 她这个人就是虽然说不怎么爱说话 然后但是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们俩那时候感情也很好 她每天早上都会在我们宿舍楼下 买好早饭等着我 然后再跟我一起去上课 但是就时间长了以后 我就发现她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她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 有一次我和朋友在那个街上逛街和闺蜜 然后她就突然发微信就跟我说 现在的生活压力好大 感觉看不到未来 整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啥呀 当时心情特别不好嘛 她也跟别人在外面玩 那是我们大三下学期了嘛 我身边的同学都在找实习单位啊 就是要实习了 我就觉得她就一直 就是到像出去玩啊 就是要逛街啊 我觉得应该找个单位 去实习嘛 为了这种事我就觉得比较烦的是 她就是心里特别脆弱 就感觉一点小事就再来打击 她都根本受不了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就催她赶紧找工作吧 再不找工作 我们俩以后怎么办嘛 她天天打游戏 然后也不找工作 我说她还嫌我烦 那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 经验不足能力也不够 而且我玩游戏也就是偶尔放松放松 那不是有工作了吗 你别老抱怨她呀 那不都过去时了吗 她现在还这么叽叽歪歪吗 我现在这气氛都被她带的 我怎么我现在都有点阴郁 就是一开始 我们不是在兰州工作吗 工作完了之后她不找 我也没办法 我就自己先找了一个工作 总得生活嘛 结果她这时候就跟我说 她想回老家 你说我好委屈 我明明是为了她 我才留在这儿的 她现在说走就走 说抛弃我就抛弃我 我没有抛弃你 我是因为在这边 确实找不着工作 家里有个工作 我就先回去 那你可不就把人丢在这儿了吗 就是 我当时想工作挣钱 我也都是为了她嘛 我想在那边我那下来之后 我就把她接过去 不是那你现在在甘肃吗 是回来了吗 现在在甘肃 那为什么呀 她那时候在老家工作 她也不顺心 她就跟我抱怨 说什么老板啊 同事啊都欺负她 排挤她 公司特别阴暗 什么同事都是靠关系进来的 只拿钱不干活 就跟我说这种话 就她每天上班下班路上 就几乎每时每刻 在跟我发微信 就说这工作没法干了 真的是公司也太刺了 然后就因为这样 她才回来的 她虽然说后来 不是回来找我了吗 不是说她在那儿 在现在就是在兰州的工作 最开始是那份工作 她还是不满意 她就说她刚去 然后领导要开会 让她帮忙汽一杯茶 同事这个时候 就正好要封印文件 也让她帮个忙 她就知道 她就说人家欺负她 人哪有欺负你啊 我第一天上班 我过去是应聘设计师的 她就让我干这种 端茶倒水的活 可不该干吗 对 我觉得很正常 你刚毕业嘛 总不可能一去 就做办公室嘛 我们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我爱你 甚至连我生日 她都能忘 我觉得这最过分的 这还不哭吗 我哪忘记你生日了 没陪你过生日了 她那天是陪我 去过生日了 但是出来了之后 就带我到路边小饭馆 而且点了两碗面 不是挺好的吗 长寿面吗 那我都没有吃饱呀 啊